灿树台风沿着东海岸一路往北台湾远离 北山面海的风冰箱在没有天然屏障之下 造成各村部落主要连外道路路数倒塌中断交通 尤其以巴厘湾与复兴情况最为严重 依照相公所汇同清洁队逐一清理排除 灿树台风一夜的强风大雨 北山面海的风冰箱毫无招架之力 各村主要连外道路路数倾倒阻断交通 现场满目疮痍 乡长张力亭会同红索同仁 今天一早追击全乡巡视灾区 放上路数横倒在路中央也赶紧下车清理 还给当地居民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 参数台风这一次沿着东海岸一路往北台湾远离 没有天然屏障的风冰箱从南到北一路挨打 尤其巴厘湾与复行村路数倾倒数量居全乡之冠 也由于两地为土石流前市溪流范围 乡公所也不敢掉以轻心 经过一个上午的巡视排除路数路障后 乡长江丽婷送了一口气表示 虽然这一次参数台风风冰箱首当其冲 不过所幸并未造成乡内重大灾损 民众也平安度过台风的侵袭 接着是玉兰风冰采访报道 这边都没准备报道 那么我们来说一个 这边的液智